謝謝 謝謝 好的 現場所有的嘉賓 所有讀者大家好 大家午安 非常歡迎大家來到 在日本的創業分享 從留學生到集團CEO 社長的新書簽名會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蔡蔡 Jessica 先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那今天不只要分享社長 在日本的生活 還有他創業的心路歷程 更重要的是 首先我想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疫情之後有去日本的朋友舉手 我看一下 疫情之後有去日本 這一題連我自己都要舉手 好 謝謝大家先放下 其實我們知道日本旅遊 一直都是台灣人的首選 日本都一直是在旅遊的冠軍寶座 那想必大家對於在日本的生活 在日本創業一定會有很多好奇 很多的想法很多的問題 所以我們透過今天的活動 讓大家有進一步的了解 那在了解社長之前呢 我們要先了解他所創立的繁星集團 繁星集團是在2016年的3月 在日本首要的都市 像是東京、京都、大阪等等 來作為我們發展的中心 而且我們是以日本的不動產開發銷售 酒店民宿管理營運 還有像是移民投資 作為我們主要的核心 提供了不僅是在日本 更是在全球的業務範疇 那在日本我們除了剛剛講的不動產 移民投資等等的 我們也包含了像是有餐飲事業 SARS雲服務 EMS能源管理系統 電鋪背景音樂 IT系統開發等等的 社長更是透過了他十多年的創業經驗 也開拓了赴日的移民資源 還有日本的不動產投資 不動產開發與管理 不動產擔保融資 不動產證券化 還有像是民宿、酒店的經營管理 我們主要有三大的價值觀 就是信仰、信實跟信義 希望能夠成為全球華人 賦日投資移民的第一首選 那接下來話不多說 馬上要進入到我們的 社長日本創業訪談 所以首先 我想先借用大家 幫我用你的雙手最熱情的掌聲 來邀請到本次的受訪人 日本繁星集團創辦人 兼集團CEO 劉洋社長 同時我們也要邀請到 今天的訪談人 我們的嘉賓 簡訊設計公司創辦人志祺 歡迎兩位 我們請兩位入座 接下來跟大家好好聊聊 他的創業、分享 有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志祺 好 那接下來呢 會由我來擔任這個 算是主持人的角色 或是語彈者的角色 跟社長這邊一起聊聊 那我覺得 我們就直接進入我們的主題好了 就是 首先其實會想要請社長 簡單的介紹一下 就是你在日本的這個公司 大概是做什麼的 然後現在的這個規模是如何呢 好 最開始呢 還是要非常感謝大家來參加我的這個新書發表和簽書會 場面有點大 我的同事也沒有給我準備什麼小本本 對 那我接下來盡我最大的努力 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跟大家分享出來 對 那麼志祺剛才問我這個問題 我的日本的公司主要是做什麼業務 實際上 Jesca剛才有簡單的介紹 那我們在日本呢 其實主要有兩個大的板塊 一個是針對全球華人到日本的 移民 創業 投資 這樣的業務 還有一個板塊是在日本國內做餐飲啊 IT服務相關的業務 如果把它拆得更細一點的話 大概是有四個板塊 一個是創業移民 一個是不動產 一個是餐飲 一個是IT的服務 那麼在創業移民和不動產這個板塊 針對全球華人來講的話 可能已經是走在這個同行的前列 做的還是有信心的 那所以說今天也把我的這個新書帶過來給大家分享 那實際上在餐飲和IT的板塊呢 其實剛剛開始 出於一個比較初級的狀態 那麼未來的話 是值得期待的 那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有剛剛成立台北的分公司 那為了更好的服務台灣的朋友 目前是這樣一個狀態 了解 我在講到剛剛這個事業 我就想說一點來聊聊這個事業的起點 就是聽說社長最初是以這個留學生的身份 去到日本的 那是怎麼樣走上創業這條路的 實際上是有一點誤解啊 我實際上在大學的二年級就開始創業了 就是2004年 今年是我創業20週年 哇 好久 對 那為什麼在大學的時候就要創業 因為2004年的時候 中國的經濟還是剛剛加入WTO 機會有很多 但是大家還都不富裕 像我上大學的時候 每年的學費大概是 4000人民幣左右 就是2萬台幣左右 一整年的嗎 對 但即便是這樣的學費 有很多的學生都付不起 所以當時創業的想法非常簡單 就是為了賺錢 可以付學費 可以吃飯 可以過上好生活 那麼恰逢 2003年的時候 馬雲的淘寶網上線 那對於我們這些沒有任何資金基礎的人 我們就可以以非常低的成本 開始在淘寶網上面創業 所以我從2004年開始 了解 做電商去創業 那麼我2007年大學畢業以後 因為我學的是日語 接觸了很多關於日本的東西 我就是想去外面看一看 所以我大學2007年畢業的時候 就已經辦了留學去日本 可是被拒簽了 拒簽有兩個理由 一個是當年的中日關係非常不好 就是要趕上那個周期 我被趕上了 另外就是當年中國很不富裕 留學生會被 面臨一個非常嚴厲的經濟審查 對 那我當時也什麼都不懂 交給中介去辦 那個時候中介都是要做假資料才可以留學 在那個年代 你的父母什麼工作呀 你怎麼賺來這些學費呀 全都是假資料 所以呢 這兩個原因可能被我 我就被拒簽了 那我大學畢業以後 我有在大連工作了四年 其中有一年是 在技藝這家公司 叫通用電器 在大連的一家子公司裡面工作 工作了一年的時間 我就又出來創業了 因為2004年的大學 經驗就創業 那麼在2011年的時候 我在大陸工作了三四年的時間 自己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 又創業了三年 大學畢業以後 所以呢 我就重新開始辦理了日本的留學 先去的是日本的福岡 辦下來 在福岡待了半年的時間 按理來說 原學要上兩年的時間 但因為本來我就會日語 所以呢 我在推特上面 現在叫X 我在推特上面就聯繫了京都大學的教授 因為我們在推特上面有互動 好久了 然後我就問他 我說我可不可以去做你的學生 然後我 因為互動很久 他也知道我的一些特點 然後這個京都大學的教授就說 你可以過來 看來大家是要常常在社群網站那邊發文 有價值 對 然後我的觀點他看了 應該看了一兩年兩三年 他才會覺得可以收我這個學生 所以到了 就從福岡去了京都 在京都大學裡面待了一年半的時間 一年半的時間 還是滿腦子都是創業的東西 也沒有辦法去 這已經是一個calling了 就該去了吧 對 然後就看到那個宿舍裡面有貼創業大賽的那個廣告 然後我就去報名參加了一個 日本舉辦的一個外國留學生的創業大賽 那個創業大賽呢 其實我是參加第二屆 我在參加第二屆的時候 第一屆的第一名已經倒閉了 就第一屆的第一名創立的公司已經倒閉了 所以他們第二屆其實都不知道能不能辦下去 結果第二屆真的就是最後一屆 對 然後呢我呢就是臨時去參加 他們也沒有覺得一個臨時參加的人會怎麼樣 他們只準備了一個獎狀 因為他們知道報名的人裡面有一個人還很優秀 要把那個獎狀頒給他 然後我是臨時參加的 所以就沒有準備第二張獎狀 就是參加完比賽之後 他們可能覺得如果不給這個人頒一個獎 好像有點 有點過分 有點說不過去 有點說不過去 他們就臨時在後台做了一個獎狀 然後我就是第二名 哦 對 所以這個就是我在日本創業的重新開始 哦 那我好奇 就是因為在中國跟在日本都有創業過 這兩個哪邊比較難啊 哪邊比較難 對對對 這個問題還用問嗎 我覺得對於正常人來講的話 肯定是正常國家是比較容易的 了解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有趣的故事嗎 可以用有趣這個詞嗎 但是我覺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段故事吧 就是因為聽說社長其實後來是有把這個中國的公司關掉 然後徹底的把團隊都轉移到日本 當時是大概遇到什麼樣的狀況然後基於什麼樣的考量 對我當時是在中國創業從 雖然在日本也創業 但中國同時有公司 相當於是兩邊同時創業 那大家也知道其實中國那段時間發展的還不錯 大家都覺得會變好 我記得2008年的時候 中國的奧運會的時候 全世界的人都會覺得中國再變好 對 但是回到今天的話 全世界的人都感覺好像中國會變差 那個感覺背景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是在 2017年的時候出了一個比較嚴重的事情 說的簡單一點就是被共產黨搞了 OK 對 然後呢我當時是在中國被邊控了九個月 哇 這個邊控大概是怎麼樣子的概念 就是出不了國 然後我那個範圍更小 我是出不了北京的五環 北京的五環大概多大 是一個怎麼樣子的範圍 大概可能跟台北差不多大吧 那麼就完全出不了台北市 出不了 對 然後呢 因為我出不了北京 所以我就去上了 我書裡有介紹 我去上了長江商學院 反正也出不去 就去上了李嘉誠先生創辦的那個商學院 對 那這段經歷其實對我刺激蠻大的 OK 大概做了什麼事情 我就開始把國內的業務全面的撤退 當時國內大概有兩三百個人 就把兩三百個人用兩年的時間全面清退 然後賠償 然後該損失的損失 各種庫存 該清理的清理 到2019年的年底 才把所有的事情處理完 但是決定要做這個事情是 我覺得有兩個方面原因了 一個是和很多人的路径一樣 就是被捶了 被搞了 對吧 不然的話我們是不會覺醒的 這是一個原因 這是外部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 畢竟我是學外語 所以我會接觸到很多海外的東西 特別是日本的東西 那我可能就會比較容易認清這個現實 哦 理解了 對 所以我就 在2019年處理完這個事情 我就 廢到了日本之後 就再沒有回去過 哇 那這樣子在日本 因為剛剛有提到說 像之前的一段經驗的時候 是中日關係比較不好一點點 那我相信 很多的日本人 可能對於中國人 會有不一樣的想法 或甚至可能有點歧視 那作為一個在日本創業的這個中國人 在跟日本做生意 或是打交道的時候 有遇到過什麼這樣子的差別對待嗎 對於我個人而言的話 我認為完全沒有 OK 特別是在做生意的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都是 首先這是一個正常國家 那麼大家受的教育是正常的教育 那其次在生意場 其實大家還是比較理性 相對這個社會上 所有的其他普通人的話 他的思維方式還是比較理性的 所以我沒有這種感覺 但是你說有沒有在日本的國民 在我們這種 比如說我們華人 在那邊去投資不動產 去做一些業務 有沒有一些 對你的一些反感 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是有的 是有的 可是 如果說你做一個對比好了 比如說 可能一萬個日本人裡面 有那麼十來個 他是反感的 剩下的人其實是正常的 對 可是如果你做一個對比的話 在中國可能 一萬個中國人裡面 會有十幾個不反感日本的 這個對比比例差滿多了 對 所以我覺得還好啦 OK 那你覺得這個關鍵是什麼 就是在那邊跟他們 大家合作 然後沒有遇到差別對待的這個關鍵 有嗎 還是其實就是這樣順順的就過去了 我是比較順順的就過去了 有一些小例子 比如說我們在京都做 做聽屋改造 這個不動產的時候 因為京都人本來就有 這種很自滿的那種 叫什麼 首都的情節 OK 自己是一個千年古都 對吧 天皇的 之前生活的地方 比較自滿 他們可能會 對你一個外國資本去做這樣事 有一些反感 可是後來我們在京都那些小街小巷裡 做的都很漂亮 我甚至有講過 我說在京都的每一條街道裡面 只要有我們的項目 我們的項目一定是那條街道裡面 最亮的仔 就是最漂亮的 最能夠提升這個街道的品質 或者說這個風格的東西 那後來其實邻里關係也 慢慢也就處理好了 喔 這邊我想要就是 繼續多問一點點 因為在日本 大家的想像是 日本畢竟是一個單一民族嘛 所以我們會有很多文化上面的一些差異 那在日本以這個中國人的身份 去收購一些土地 有沒有遇到什麼樣子的挑戰跟問題 剛剛看起來有解決 那前面還有什麼 沒有跟大家分享過的挑戰 其實 大概都能解決 大概都能解決 對 那有遇過哪些問題 我們先從問題開始分享好了 我覺得它並不是說 這針對中國人吧 因為他們的教育裡沒有這個東西 因為你看我的女兒在日本出生 她現在在日本上小學 日本的很多學校是不讓升旗的 不讓升國旗的 對 而且他們是不允許有愛顧如意教育的 所以他們 他們蠻無辜的你知道吧 他們可能就是一種 對很多中國人的行為上的一種 避讓和反感 就是只是覺得有點不理解 所以想說 我就是離得遠一點點這種感覺嗎 對啊 因為你的行為方式不一樣 他們是正常的 他們看到不正常的時候 他們自然會躲著一點 可是這種時候就會被理解為 你是不是歧視我 所以我在想說 以社長你在那麼大力的去 在不管是X上面 或是YouTube上面 去提倡一些日本相關的文化 甚至是鼓勵大家移民的時候 你會不會被一些 大家所謂的小粉紅之類的 這種比較激進的一些網民們 大家會有一些詆諱 或者是一些攻擊 其實非常多 那我早就習慣了 對吧 因為我講的是華語 那你的很多的受眾是會 能聽懂華語的小粉紅 而且這個比例非常之高 高到讓你覺得很恐怖 我覺得在中國可能90%的比例 至少是有的 98% 99%吧 有到這麼高 對 但是你如果在海外的話 也不會低於70% 80% 即便是出了國的中國人 所以我們已經把這個東西 當成是家常便飯 完全是可以沒有任何的 感覺的忽視過去的一種存在 這個心裡的這個 算是強化玻璃建立的 非常的厲害 對對對 那再來剛剛前 我們講到這個中國 就是關於中國現在的一些狀況 可能大家普遍認為 是比較 比較狀況比較不好的 那這樣子有影響到中國的這個潤學嗎 就是大家可能要離開中國 不管是去留學 還是就是真的是走移民的這條路 沒錯 那這個背景底下的話呢 就會促使這個循環裡面的 這個週期裡面的中國人 有有產者會考慮跑出去 剛剛提到了一個週期的概念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這個週期的定義嗎 其實中國的歷史上 大家有我讀過歷史的話 知道每一個朝代 像鄧小平這樣的發展週期 每一個朝代只有幾十年的時間 任何一個朝代都一樣 然後就會出來一個 漢武帝 唐太宗 乾隆帝 慶豐帝 慶豐帝 慶豐包子對吧 這個 就是說 你看歷史上 你會覺得漢武帝時代很牛 唐太宗時代很牛 乾隆帝時代很牛 但實際上那都是中國最慘烈的時代 中國的老百姓過得最痛苦的時代 所以只有這麼三四十年的週期 一個朝代裡面 這就是現實 而且中國人的命運 就是潤啊 在座的各位不都是潤出來的嗎 不是你潤出來的 也是你 往上數三倍啊 數四倍啊 也差不多了 是吧 新加坡的華人也是啊 馬來西亞的 印尼的 美國的 加拿大的 加拿大的溫哥華已經三分之一的華人了 那你告訴我一個 中國的有產者 可以 持續的待在中國的一個方法 沒有 你比如說 哪怕是中國現在的高官 太子黨 他們也大多數都在海外 嗯 他們有很多的二代 可能都是基本上是居住在海外 對 你一旦變成有產者 你為了保護自己的時候 你只能出去 剩下的就是 就是貧賤不能移啊 哇 對 這個 陳雲用的蠻好的 剛剛我們講到就是 如果是要這樣子 依出來的話 現在過去可能有走這個 留學的方法嗎 那再另外可能就是走這個 創業的方法 那這個社長在日本的創業的經驗 有沒有可以一些分享的 跟在助的大家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在日本 有一些創業的一些建議 對其實我的書裡面有一個 日本移民的創業和生活篇裡面有詳細的介紹 那麼我的走的路線 主要是創業的這樣的一個路線 那麼這個地方其實又可以提到一個 周期 就是通膨才適合創業 通縮是不適合創業的 那其實 會降低的 你會可能更容易被邊緣化 對 那過去的30年 其實日本一直在通縮的一個狀態 比較難創業 可是現在呢 疫情三年的時間 然後全球都在通膨 日本其實也有通膨 只是沒有那麼嚴重 那麼在這種背景底下 創業的機會就變多起來 你看 從4月份開始 4 5 6 3個月 已經連續3個月到日本旅遊的人數超過300萬人 沒錯 都是超過疫情之前的數量 所以在這種背景底下 其實創業的機會是蠻多的 那麼特別是對我們華人來講 即便是在日本的通縮時代 我們華人那個小圈子 華人做生意那個小圈子 還是同膨的 這個怎麼說 就是你整個日本社會是通縮的狀態 對吧 那是因為日本人 絕大的日本人 只能抓到日本人的機會 因為其他的地方是 他們在語言不同的時候 無法做到的 他做不了 對很多人很難去做海外的生意 但是對於我們華人來講的話 我們人數就是多的 對 即便日本是通縮的狀態 你華人這個圈子 能夠提供的業務 它也是一個通膨的狀態 就是需求是不斷增加 價格在不斷上漲的這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那個時候都可以去創業 我認為都可以去創業 更何況 現在日本已經進入了一個全面通膨的時代 那你的機會可能會變得更多 那這樣子的話 有在哪些領域會特別覺得是 台下的大家可以去考慮的嗎 我覺得就根據我們的特點去 推進你的創業就好了 比如說你在這樣一個通膨的時代 日圓變值 那你其實就可以做旅行相關的業務 因為去日本便宜嘛 機會就會變多 人數就會變多 那比如說這個台積電去了 熊本 那大家說簡單一點 你就去熊本當地去開幾家台灣餐館 都可以很好的 我覺得可以很好取得成功 再比如說日本的這個相關聯的科技還是滿法 它創新企業的排名還是在全球排首位的 OK 對 再加上台灣 本身也是很接近於日本的這樣的一個所謂方式 可能能夠找到很多的契合點 半導體相關聯這些業務 對 其實我還想插一個題外話 說回來移民這件事情 我們來台灣開分享會 介紹台灣人怎麼移民日本 我有一個朋友 我跟他講我要做這個事情 他說 好像你這麼做台灣政府也不太會喜歡 因為你把人和錢往海外 往日本去引導 但是中國政府是一定不喜歡的 對 但是我想跟大家舉兩個例子 第一是台積電 他的老闆 叫什麼仲謀 張仲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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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美國人 嗯 然後 NVIDIA那個 對 台南人 然後在泰國然後到美國 他也是美國人 毫不誇張地講 台灣現在在全球的戰略地位 就是這兩個人在支撐啊 嗯 就是在全全球的戰略地位啊 你一個設計芯片的 一個生產芯片的 對全 你看現在美股 整個美股都是 AI 都是英伟達在帶著跑 那你可想而知他的影響力有多麼大 但如果說我們 不希望我們的國民走出去 不希望我們的國民移民出去的話 那現在如果台灣沒有台積電和沒有英伟達的話 台灣台灣的經濟會是什麼樣子 我是不敢想 對 或者台灣在全球的戰略地位是什麼樣子 我是不敢想 所以 有胸懷的這個 政府 或者說政治家 他應該很明確的知道 這種交流 移民的這種交流 是對一個國家的發展是很有幫助的 它完全不是一件壞的事情 理解 對 那我們再拉回到這個 創業的這些建議好了 對 就假設說今天大家 開始覺得說 有些想法 我們要到日本過去 那有沒有什麼樣 特別要注意的事情 可以在最後的時候跟我們分享一下呢 特別要注意 你說移民日本嗎 或者說到日本創業 以創業為主好了 我覺得對於台灣人來講 應該還蠻好適應的 因為你們的思維方式 是正常世界的思維方式 你對日本感興趣 你是可以基於對日本感興趣 然後想換一種生活方式去日本創業 你就比較容易能去融入 對 那跟我們不太一樣 那中國人的話 他首先要去做一個正常人 才能融入日本這個社會 所以跟大家提醒的就是 大家還是簡簡單單做 你們這樣一個正常人 到那邊 就會順其自然的融入 並不是說 你到日本了 有日本的虎朋狗友 可以一起喝酒吹牛 對吧 就是融入日本了 不是這個樣子 是說你能夠很自然的 遵守他的規則 按照他的規則去做事情 那你就融入日本了 所以我覺得對台灣人來講 蠻簡單的 好 那我們今天上半場的這個訪談 就先到這邊暫時的告一段落 那接下來呢 我們還會有下一個階段的訪談 好 那我們現在先進那個Q&A的時間 因為經過上半場的分享之後 我們有線上匯整一些問題 那等一下就請社長來幫我們回答一下 好 那我覺得可以來問問 最下面那個問題好了 好 想在日本創業從小型台式餐飲或是飲料開始 請問東京或大阪目前外國餐飲業在日本的接受狀況是如何 好 社長可以幫我們回答這一題嗎 好耶 實際上中華料理在日本不能稱之為外國料理了 對 中華料理在日本的所有的料理裡面的比重 是排名第一的 你能想象到嗎 就是它比壽司 比那個 什麼 這麼多 對 它比這些種類都是要高的 它只比一個低 就是比咖啡館低 比咖啡館飲茶店低 所以你單純從料理的角度來講 它的比例非常之高 那日本人講起中華料理 就跟我們去講一下 我們去吃頓壽司 吃頓這個天婦羅 吃個拉麵一樣的感覺 它沒有把中華料理當成是一個外國的東西 它是把它當成它 他們國內的飲食裡面的一個分類了 所以對於我們 做台式料理 或者也是中華料理一種嘛 其實是非常容易 不用考慮日本人能不能接受的問題 日本人是一定能接受 對 那麼同時其實我的企業在日本的 剛才有講餐飲板塊 那我可以幫大家從 比如你在找店鋪 租店鋪 裝修 對 你的菜品的研發 中央廚房生產之後 幫你去配送 到後面你的支付系統 客戶的比如說掃碼點餐 去可以線上支付 可以去這個櫃台支付 整個全流程的這些支援 我們都是可以去幫大家去實現的 這個我之前在日本有體驗過 我之前在日本住新宿的時候 有跑去吃這個牛肉麵 是吧 對 所以不管你想做台式的料理也好 或者說是西式的料理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都 那這些我其實都可以幫到你 了解 謝謝社長的回答 真的是讓我大開眼界 我一直以為他們就覺得 這就是完全不同的料理 沒有原來接受度這麼高 那接下來問一個比較投資相關的問題 對於可能發生的南海海潮地震 請問社長對於地產投資有什麼建議 像這種地震那種事情交給上帝就好了 我們考慮這個事情其實沒有辦法去避免的對吧 所以對於日本的地產投資 日本本國人對於地產投資的指引 就是幾個核心都市圈 東京都市圈 然後中部都市圈就是明古屋 然後還有就是關西都市圈就是大阪京都神戶這些地方 再加上地方的一些 比如說仙台啊 炸黃啊 廣島啊 福岡啊 這些地方的四市 也就是大概是這幾個地方是比較 能夠長遠考慮投資地產的 因為它的人口還是 還是能夠維持一定的穩定性的 那麼未來 這個人口問題可能是日本需要去面臨的一個 比較核心的問題 實際上日本手上有很多牌 它只是沒有打出來 那我經常講 我說比如說 它只需要學習美國一招 人口就暴增 就是在日本出生是日本人這件事情 對吧 你美國是你出生在美國就是美國人嗎 你只要在日本出生是日本 只要這一招 那人口肯定是每年暴漲的 但是這一招能不能用出來 其實還蠻難的 對 了解 好 謝謝社長的分享 那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們現在會先做中場休息 先幫我們掌聲 謝謝社長 謝謝志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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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